最近狼队的表现不算太好 很多粉丝对于目前狼队并不满意 而这其中的矛头直指拉欧CD 包括对于妖刀和盗宰的轮换并不理解 而狼队的经理也回应了近期的节奏 还有点内涵吕成林的意思 首先狼队经理表示和老林是好聚好散 因为春季赛转会期能选择的教练本身就不多 并且狼队压力比较大 外部没有其他教练愿意来 只有拉欧CD愿意接受这个挑战 至于很多粉丝呼吁的一笑 他仍然是教练组成员 但是管理层评估 一笑目前并不适合直接当主教练 换句话说就是资历还差点意思 另外狼队的赛训团队是一个整体 发掘了不少选手 虽然老林走了 但整个团队很多人还在 说到拉欧CD的时候 狼队管理层似乎很认可 不是表演型人格 这句话多少有点内涵了 那么谁是表演型人格呢 至于目前狼队的成绩不佳 经理更是说 当年老林带队时也曾俯冲避阻 还有5408 挑杯多四八强 看上去对于老林带队 真的没有那么满意 这已经不是内涵 就是明着来了 最后就是轮换问题 狼队明确表示 不会因为舆论或者大字报 就影响赛训决策 意思就是 妖刀和盗仔 还是要继续公平竞争 老CD带领的狼队 可能目前看上去 比去年有所下滑 但毕竟是新教练刚上任 一上来就无敌也不太现实 还是需要时间 当然狼队经理敢这么说 也是因为老林带领的hero 刚被凌风了 其实老林赛后采访时 还是习惯的 说了自己是狼队的教练 大家好 我是重庆狼队的主教练林 其实这个狼队 重庆狼队 哎呀 为什么可以啊 大家好 我是那个 韩定天主主庆的主教练林 看来老林对狼队 还是念念不忘 但管理层 或许并没有那么怀念老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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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